因應中秋節的到來 今日供了守望相助協會 特別在固定的健康課程前 來到社區關懷據點 讓長輩動手捏麵團 藉此訓練長輩們手眼協調 而在活化手眼激勵的同時 又能吃到自己手做的月餅 對 頭一次做 覺得很好啊 對啊 這樣做得很好啊 出味出味 吃好 然後他做完月餅又回去 還可以跟孫子 婆媳們 去跟婆婆 那個媳婦 他們炫耀說我會做月餅 這種活動然後讓老人家 他們覺得 我不只是來這邊吃中午 他們應該有一些 他們更想要學的 那我們接下來的課程 有可能又安排一些 做一些東西 讓長者他們更參與這個活動 守望相助協會理事長就表示 因應中秋節到來 今天關懷據點也邀請老師 來教長者做月餅 許多長者都是第一次做 覺得很有趣也很實用 未來據點也會陸續開辦 許多手作課程 讓長者來據點不僅做做運動 也可以學習 以技之長 這是我們那個守望相助協會 我們吳盛福理事長他們辦的一個活動 因為中秋節快到了 今天來動員我們老人家 大家一起來做蛋黃書 那今天也特別請大老師來 從材料開始做起來 那個我剛才也做了一顆 非常的好玩 那這邊也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賀勞區區長表示 今天社區關懷據點的長者 一起體驗做月餅 這也是他第一次嘗試 手做月餅 新鮮有趣 雖然長者年紀較大 但是手腳還是相當俐落 也因為每天都到日照中心 上了許多健康促進課程 讓長者身心都越來越愉悅健康 傑誠威 共聊採訪報導